位于非洲的尼尔利亚是一个庞大且多种族的国家 纷争与混乱如阴影般笼罩在这块土地 这些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在不久前彻底爆发 韩军发动政变 暗杀总统全家并开始种族大清洗 一时间国内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美国得知消息后 派出杜鲁门号核航母抵达非洲近海 紧急开始撤侨 以沃特为中心的海豹突击队八人战术小队 来到指挥室 上校命令他们深入尼尔利亚内部 营救国际救援组织的女医生丽娜 如果情况允许 还可以带上当地教堂的牧师与两名修女 随着上校一声令下 这场显向还生的救援行动正式开始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不应答案区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战争区003号档案 太阳泪 等到夜幕降临 沃特小队在黑暗的眼部下潜入村庄 跟随村民顺利见到 正在做手术的丽娜和两名修女 沃特开门见山 决定连夜带几人撤离 因为她已经收到消息 一支叛军小队正朝村庄赶来 最快明天就会抵达 沃特并不想爆发无意义的战斗 只希望尽快完成任务 然而丽娜却坚决表示 除非带上这里70名村民 否则自己不会离开 眼看她不肯让步 沃特只好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上校 可奇怪的是上校明明拒绝这项提议 沃特却告诉丽娜 可以带走所有还能行动的村民 这让身旁队员很是疑惑 但也没有刨根问底 随着太阳升起 想要离开的村民排成长队 整装待发 不过牧师与修女决定留下 与教堂共存亡 沃特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营救丽娜才是主要任务 而她也不相信 在这片连上帝都抛弃的土地上 三人会迎来好的结局 很快村民在小队的带领下走进丛林 他们高唱歌曲 企图以此驱散心中的恐慌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疲惫于饥渴逐渐袭来 一点点蚕食着众人的体力 再加上其中还有不少残疾人 让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 直到深夜仍没有走出丛林 而眼看村民们都以筋疲力尽 丽娜主动找到沃特 希望能停下休息 沃特本想抓紧时间赶到撤离点 但架不住丽娜一再坚持 只好下令休整半小时 小队成员收到命令 纷纷散开警戒 丽娜也趁机为孩子注射药物 然而这来之不易的休息 还没开始多久 不远处突然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 叛军游击队便出现在小路上 观察员见状急忙通知沃特 沃特临危不乱 命令丽娜带村民躲进树林 又用手势指挥其他队员架枪 一旦发现不对 直接开火 等村民们藏好 游击队已经来到身前 众人秉息凝神 目光死死锁在他们身上 眼看他们就要离开 一个孩子忽然发出乌液声 尽管母亲立即捂住他的嘴 可声响还是被游击队长听到 当即是一手下搜寻雨林 一时间 众人的心悬到嗓子眼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海豹队员们更是将手指放在扳机上 距离交火 只差最后半步 千军一发吃血 游击队长忽然听到同伴的呼喊 便放弃搜寻 招呼手下离开 此刻众人才长出一口气 可正当丽娜以为危险解除 起身离开时 竟发现还有一名调队的游击队员 四目相对下 男人就要开口呼叫 围起关头 沃特如猎豹般冲出 拔出匕首 划破她的咽喉 让其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这血性一目下的丽娜目瞪口呆 她忽然想起 这对叛军的目的地就是村庄 急忙请求沃特返回营救 但且不说那并非沃特的任务 眼下返回只会危及身边人的安危 所以沃特毫不犹豫便开口拒绝 可在这战争之地 放弃就代表着死亡 合天清晨 叛军破门而入冲进教堂 牧师强压恐惧 试图和他们谈判 表示这里都是伤员 没有士兵 希望叛军能高抬贵手 放他们一条生路 然而向魔鬼求情 无异于对牛弹琴 叛军副官带着宁晓抽搐砍刀 用力向下劈去 宣布着扑杀的开始 与此同时 沃特等人终于来到接应地点 随着信号烟雾弹丢出 救援直升机很快便落在空旷地带 沃特见状带着丽娜向前冲去 可海豹队员们却将后方的村民揽下 原来沃特根本就没打算带他们离开 答应丽娜的条件只是缓兵之计 醒悟过来的丽娜顿时暴跳如雷 啪地甩给沃特一耳光 又补上一口吐沫 但无论他如何挣扎也改变不了结果 沃特直接将其扛上直升机 等其余队员就位后一同撤离 只剩村民们满脸绝望地站在原地 气不成声 飞行途中 驾驶员忽然提醒沃特看向下方 沃特带着疑惑转头 竟发现村子已经被叛军点燃 地上摆满尸体 鲜血甚至染红了大地与海水 这炼狱般的景象让沃特眉头紧锁 丽娜看到后更是情绪崩溃 嘶声痛哭 看着遍地凄惨的尸体 沃特心中无味杂陈 他明白 如果自己袖手旁观 丛林里的村民很快也将惨死在叛军枪下 那可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沃特良心陷入痛苦挣扎 他看了看队员 又看了看丽娜 由于片刻后 毅然下令 掉头返回 很快 绝望的村民们又听到罗选讲的轰鸣 声音落入他们耳中如同鲜月 因为那代表着生的希望 可直升机毕竟不能救走所有人 沃特当即立断 决定让腿脚不变的老幼妇孺先离开 自己和队员们带着剩余人继续前进 随着队伍进入深山 直升机也将难民送上航母 可这却让上校极为不满 质问沃特 为什么救回来一批无关紧要之人 沃特自知理亏 并没有解释 而是请求上校派三架直升机 前往下一个撤离点 然而上校却果断拒绝 因为叛军正在抢夺制空权 他不能再冒险派出飞机 除非沃特他们抵达较为安全的边境 沃特听了心中一沉 可他也毫无办法 眼下能依靠的唯有自己和队员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批叛军已经追到先前的撤离点 副官从地上的烟雾弹判断出 直升机并未将所有人接走 剩下的一定会走深山前往边境 随即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朝山里进发 此刻沃特等人正简单休整 海报队员们见村民已经没了食物 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口粮 忽然间 侦察员从军用电脑的卫星地图 发现后方的叛军队伍 这让沃特有些奇怪 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会穷追不舍 他叫来丽娜询问 可丽娜同样表示不知情 不过眼下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明白危险逼近的沃特 急忙下令共申启程 雨林的天气变幻莫测 眨眼间下其暴雨 众人顶着雨幕在泥泞中继续前进 但海报队员瑞德心中却也积攒大量不满 他质问沃特为什么非要坚持营救村民 他们本可以不趟这滩浑水 沃特被问得一时雨色 是啊 为什么 是因为同情 还是正义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态度强硬地回避这个问题 暴雨很快退去 群山被浓雾笼罩 就在队伍前进时 忽然遇到一群叛军正在屠杀村民 那泯灭人性的场面 让沃特心中掀起滔天怒火 他眼中射出沙翼 当即叫来所有队员 决定无视交战规则 送这群恶魔下地狱 树上的狙击手 抢先一步将外围叛军一一点杀 沃特等人不服前进 逐渐摸到村庄边缘 然而映入眼帘的 却是堆积成山的尸体 显然这场屠杀已经进行许久 随着队员们陆续就位 沃特举枪射伤两名丢尸体的叛军 而后捏手捏脚的向前推进 转头看到屋内所有村民 正在遭受残害 那悲怅的哭喊 令沃特等人既惊又怒 冲进屋里 毫不犹豫将叛军解决 前进时 又发现一个企图侮辱女人的叛军 瑞德直接抽出绳索 将其生生勒死 在队员们训练有素的配合下 村子里的叛军很快便全军覆没 可他们带来的伤害 却也无法挽救 这些人为了阻止先生而成长 竟然丧心病狂地割去女人胸部 如此可怕的创伤 根本无法救治 丽娜与军医只能用人道手段 结束女人的痛苦 这场战斗 让沃特等人深刻体会到叛军的残忍 他们看着地上的残骸 与幸存的村民 心中百感交集 一时间 不明白是战争让人变成了野兽 还是野兽般的人发起了战争 不久后 夜幕降临 明月高挂 海豹队员们各个心情沉重 一言不发 丽娜主动找到沃特 帮她包扎伤口 并提起自己和丈夫一起来的非洲 但如今 丈夫已经被叛军杀害 只留她苦苦支撑 今天的事儿 让丽娜改变对沃特的看法 明白她并非冷血无情的指挥官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可沃特却常叹一口气 她清楚 虽然自己做了正义的选择 却还对员们深陷险境 沃特也不明白 这样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 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次日清晨 观察员拿着电脑交集汇报 后方的叛军昨晚连夜赶路 此刻距离他们 仅剩两小时的路程 这让沃特再度感到疑惑 叛军是怎么知道 他们的具体位置的 思索间 他抬头看向村民 顿时明白 里面藏有内鬼 沃特的眼神瞬间变得狠辣 当即命令所有村民起身 并让丽娜直出最后三天进入教堂的人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拔腿便跑 狙击手剑撞 举一枪瞄准 随着沃特下令 子弹精准命中对方 等海豹队员赶来 男人已经奄奄一息 队员从他身上搜出发现机 明白男人就是内鬼 沃特一时间勃然大怒 历声逼问他 受谁指示 男人不断强调 叛军抓走自己的家人 逼迫他追踪亚瑟 这让沃特颇为疑惑 这个亚瑟又是谁呢 他留下男人自生自灭 来到村民面前 把枪指向其中一人 威胁他们 说出叛军紧追不舍的原因 否则就会叩通扳击 随着沃特开始倒数 空气几乎变得凝固 所有人都不敢说一句话 这时 一个年轻人突然挡在枪口前 请求沃特放下武器 并表示 自己是尼日利亚总统的儿子 亚瑟 原来 当日叛军突袭时 保镖奉总统之命 将亚瑟救走 因为他是部落的唯一继承人 是国家恢复和平的希望 而叛军为了稳固政权 对外谎称 总统全家身亡 暗中则搜寻亚瑟 意图斩草出根 这便是那对叛军 死咬不放的真正原因 沃特终于搞明白了真相 却又感到一阵心寒 因为丽娜从一开始 就知道这件事 却向他蒙在鼓里 听着沃特的质问 丽娜解释说 自己起初并不信任他 所以才没有说出来 沃特尽管对此颇为不满 但眼下也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他带领大部队继续前进 刘瑞德在后方设下陷阱 很快 叛军们跟着信号找了过来 却看到男人的尸体 靠在树林中 不过副官并没有慌乱 他打开地图告诉首领 这里只有一条通往边境的路 他们全速前进 一定能追上亚瑟 幻音未落 叛军周围突然发生剧烈爆炸 正是瑞德卖下的炸弹 眼看一击得手 瑞德没有恋战 迅速撤离 这一招彻底将副官激怒 他联系上前方叛军 决定前后夹击 将沃特等人歼灭 此时大部队已经来到西六旁 上校忽然打来电话 他得知亚瑟藏在村民中 劝沃特将其抛弃 否则将卷入不必要的危险 但沃特心意已决 无论如何 也要带所有人安全撤离 他坚定的态度 让上校产生动摇 主动表示 会尽快派出支援 可沃特刚才那番话 说的铿锵有力 其实他也清楚 自己是在拿整个小队冒险 没有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死 沃特面色复杂的 将其一队员搅到身旁 告诉众人 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是抛弃村民 那么他们大概率可以全身而退 二是继续带上所有人 与死神正面对抗 话音落下 一名队员表示 如果是之前 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抛弃 但现在已经见识过 叛军的残忍手段 就不可能把村民们 留在原地等死 说完 其一队员也一一表示赞成 这次任务彻底改变他们的心态 明白这世上有些事情比生命还要重要 队员们的理解让沃特百感交集 他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决定去闯一闯前方的龙潭虎穴 随着队伍继续上路 队员雷克突然发现异常 一时间所有人全身紧绷 如临大敌 雷克更是秉息宁神 准备打出致命一击 随着声响越来越近 只见一头黑猪走出草丛 这让雷克哭笑不得 长出一口气 然而就在他转身汇报时 一颗子弹突然射来 如闪电般洞穿身体 沃特尖撞急忙下令 朝前方发射榴弹 同时几人冲来查看情况 好在雷克只是被打伤肩膀 性命无碍 但敌人凶猛的攻势已经发起 沃特他们只好奋力应战 一时间枪声大作 炮火连天 一轮交战结束 不少村民当场身亡 沃特找到被炸晕的丽娜连连呼唤 抬头又发现一名队员腹部被炸开 这让他瞬间慌了神 一遍遍重复着是自己的错误 但那队员却没有责怪沃特 而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嘱咐他一定要带村民撤离 随着队员缓缓闭上双眼 其余人心中备份交加 但眼下已经没时间伤感 后方的危险仍在逼近 沃特只能忍通下令继续前进 将战友的尸体留在战场上 可叛军却比他想象中来得要快 众人还没来得及动身 后方的叛军已已经杀到 沃特当即立断 掩护瑞德不知炸药 瑞德顶着枪林弹雨冲出掩体 飞尘扑倒在地上 放好雷暴后迅速返回 但这一枚炸药相较于战场而言 只是杯水车薪 眼看群面越来越凶险 通讯员急忙联系指挥部 请求空中支援 收到求救信号后 航母随即派出两架战机 可原水截不了尽可 眼下沃特他们还是要靠刺激 众人一边抵御着叛军如潮水般的攻势 一边互相掩护向后撤退 眼看丽娜被RPG炸晕 沃特急忙冲来 在亚瑟的帮助下扛着他撤离 等来到西边 又一名队员倒在密集的子弹中 海豹小队已经完全陷入被动 只能狼狈地钻进草丛躲避 潘军们健壮整齐划衣地排成一排 对着前方疯狂扫射 混乱中沃特被打伤左腿 却因为摔倒阴差阳错地让丽娜醒来 此刻他们已经来到边境 距离希望只剩最后一步 可通讯员却被子弹命中倒在地上 沃特健壮急忙嘱咐亚瑟带丽娜先走 自己则扑服着来到通讯员身旁 忽然听到战机发来空中支援的通讯 急忙命令军医丢出信号弹 标记敌人 只见两架战机带着破空直升急速飞来 向下发射出四枚燃烧弹 一时间浓烟滚滚 响声阵阵 局面两极反转 刚刚还嚣张的叛军此刻彻底吓破了胆 哀嚎着四处躲避 却还是被灼热的烈焰吞没 一轮轰炸结束 叛军小队全军覆没 三架救援直升机赶来 村民们终于安全了 一切尘埃落定 仅存的沃特四人互相搀扶着来到边境 丽娜与亚瑟急忙赶来将他架齐 村民们喜极而泣 发自内心的向沃特表示感谢 在这个连上帝都抛弃的地方 沃特小队却拼死拯救他们 这正是人性的伟大 也是人性的高尚 村民们与过旧的家人紧紧相拥 亚瑟则被众人包围 庆祝希望延续 直升机载着沃特等人飞向高空 他们圆满完成任务 也无愧自己的良心 太阳泪又名烈日风暴 是上映于2003年的战争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阿K认为角色四颗星 布鲁斯威利斯这位光头硬汉的演技 一如既往的精彩 再加上美艳无双的莫尼卡贝鲁奇 让本片简上天花 热血与温情并存 剧情三星半 本片故事紧凑 丝毫没有拖沓 讲述了一支特种小队 营救同胞的惨烈行动 其中沃特与队员们的心理变化 显然是重中之重 他们从一开始的冷漠 到目睹两次图村的愤怒 再到最后发自内心的尊重生命 甘愿牺牲自己 也要拯救村民 不仅展现出人性的湖光 也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片中叛军的凶残手段 令人不寒而栗 只能说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而电影结尾的一句话 更是将本片升华 邪恶取得胜利的唯一条件 就是正直的人袖手旁观 不知道小伙伴们 在生活中看的坏人时 会不会见义勇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 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大家约览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